各位父老乡亲们 今天我们押上台的这个人 他就是福音堂草岸的制造者 二十几条鲜魂的生命 十数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瞬间就毁在他手上 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个红军 是我们国民政府 一直在追缴的共军 是那区区几万共军当中的一员 我们今天在这儿躬上 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 一个对抗政府 对抗党国的人 会有怎样的下场 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处决他 我们还要提醒那些共军们 你们这样对抗国家 对抗人民 对抗中央政府 你们是会有这样的下场的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 我们的国民政府 是讲究民主 民生 民权的 所以 今天如果你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进行忏悔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饶了你的死罪的 小川 看 问问他认罪吗 你都听见了 你认不认罪 看在群众的份上 看在群众的份上 处长给你第二次机会 如果你承认红军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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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烧杀抢掠 那就可以免除你的死罪 那就可以免除你的死罪 好 事不过三 你没有机会吧 不过 在你临死之前 你还可以有一个愿望 只要不过分 就帮他送你一丑 我想喝口酒 好 上酒 你的酒 我还想再来一碗 他 再来一碗 没完没了了 一个将死的人 他又再来一碗 他临脱了 四零一碗 小川 处长 一个将死之人 满足他的要求 给他送了榜 让他喝得舒服一点 是 处长 给他送马 给我 帮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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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 到了下边就有家了 这回你把他们娘俩招呼好了 一路走好 一路走 海云姐 海云姐 你们 你们是不是都怀疑 海云姐 是海翔出卖的小分队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怀疑她 我也相信她 秋容 你还是那么单纯 你们总是说我单纯 是不是也觉得我傻 其实有时候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你可以什么都不想 一心一意地相信一个人 爱一个人 不就是简简单单单的吗 或许有一天可以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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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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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